我们接下来想要聊的是花靖群 我想花靖群当然他在房市这块的争议还蛮多的 因为毕竟他之前当到内政部次长嘛 然后他现在呢我查了一下 他是国家住宅跟都更中心的董事长 也就是他退位了之后 他现在是在这个单位服务当董事长 之前花靖群在几年前的时候有说 他觉得房价炒房的问题已经解决了 那接下来呢房价会软着陆 我们就看了一看会发现房价没有着陆 甚至还漂在半空中 然后那个半空中好像随着气球一样越漂越高 花靖群做了八年 然后在5月20号赖群德就把他换到住宅局 当董事长这就是把他摆明 那花靖群说房地产软着陆是真的 花靖群做的事情都在打击投资客 他只是全部做的事情真的房地产会跌 他只有一件事情 他在去年的1月11号就推了平行提前 好高兴就推 他是习郭勇离职以后他代理部长 紧接着紧接着他就要当部长 但是这1月10号 然后1月11号我就讲房地产会跌 会跌4个% 这是吓死人的 因为我投资客居然会这样讲 好然后就1月20号就立刻 林又昌就当内政部长 就不让花靖群再当内政部长 林又昌上来以后花靖群 从此两年没有动作 那林又昌上来 第一个就是租金补贴 再过来房租补贴 说你已经有买房子 我一年补贴你两万五 然后就租金补贴 就一直补贴一直补贴一直补贴 然后又来一个 然后再又推一个新清安 就再推一个那个 新清安的补助 我真的认为新清安的补助 让房地产止跌 本来要跌了 你本来就说了跌10%吗 后来就新清安 新清安 我认为新清安很重要 新清安救了房地产 新清安房地产没有跌 而且上场 而且舰商也都活过来 那赖金德的选票是40% 那我们又现在再讲 两年后的新清安没有 那三年后又选举 那个抱怨会很大 现在其实 现在房地产的政治味道越来越重 好假设赖金德没有 这新清安不要有了 那他40%会升还是会高 那国民党的候选人 一定会提1500万不用现金 而且这一个利息1.75% 当时后有益是往下降利息 然后万一你不用新清安 我推出来是六年宽限期 那再跟你对比一下 不 来回只要相差个2% 假设进行很接近 这个房地产的政策 这个抱怨 我跟他告诉你 下次是真的会抱怨 真的很高 所以假设你的政策 来回你要估得很准 来回相差个2% 真的总统犯人 假差距本身很小的话 这个就会产生犯人 所以我认为这个是 新清安时代金德推的 因为他当副总统 他是总统护选人 他是国民党 他是民进党的当主席嘛 所以他应该是 林又昌推新清安时 应该是为了选举 我要推的 看起来不行了 平心地险这下来 因为跌得太猛对选举不好啦 大概就这样 所以我认为下次 大家应该关心这样 房地产场天很容易看 新清安时期就是一直涨 小白就一直上战场 新清安没有房地产就跌了 这有点简单了 所以看新清安会不会再延续 如果他持续的往后延 房地产的这种烈度 就一直涨 继续 因为新清安是这样 各位 因为去年 房地产不好的时候 是30.6万人买卖 那我就预估今年应该40万 因为新清安问题 那新清安这样 30岁到40岁的人 他的出生人口是30万人 30万人多鼓励一个人出来买 多鼓励1万个人出来买 不多嘛 你要帮助年龄新人买房子 30万人你才多鼓励一个人出来 不多 30万多一个 十个年纪就多10万 天啊 房地产30万人的买卖 你多10万人出来 那不是涨到天上了嘛 你多鼓励出来 就涨到天上 只要新清安继续鼓励 房地产就是一直上涨 所以新清安不鼓励 就怎么就消瘋 就下跌 因为真的在天上 新清安会让他继续 天上再往上往上 但没有新清安没有鼓励 你这些年轻人就没有接受鼓励 就继续当他死好百姓 然后就 啪 我真的认为就是新清安 现在房地产都不用讨论了 就看新清安了 即使最好的政策 就把提提提前取消了 把那一个平行提前取消 易受污吕可以转售 再把投资客放出在市场里面 把那个房地产也洗消了 一个很简单的方法 不要说投资客很可恶 像我近期有的人都买七八千 那种人不可恶 那种人公益买六十万 现在一千六百万 那种人不可恶不是 你每一个交易都把它扣三个% 不管你是投资客 我也扣三个% 你买了六十年五十年 我也扣三个% 你五十年前买 涨了二十倍 我扣你三% 有什么关系 投资客你要短线买卖 那我扣你三% 反正全部都三% 那钱送给年轻人 就这个专款 这个钱扣下来送给年轻人 投资客你喜欢炒作 平行提前不要你继续炒 易受污你要炒也让你炒 那个房地产役也不要缴税 也不要扣税说五年以后才二十% 不用啦 总价我扣三% 不管任何理由 最好的管理办法就是一张A4的纸 写的完你不要给我写了一大堆 我看了老半天要专家看 不 一张A4的纸就写完了 现在我最好的管理办法就是 就是 房地予以取消啦 平行提前取消啦 你投资客喜欢炒就炒 你就给我缴税嘛 这一年的投资客跟买了四十年的那些自助 投资客跟自助都不管啦 反正每一次买卖我就送你三% 我就是扣你三% 三%年轻人要买卖的时候 第一次手够我就送你二十% 因为我这边三三三 你要这辈子没买过送你二十% 也许你买房子一千万嘛 那这边扣过来我就送你两百万啊 那这边扣过来我就送你两百万啊 不是啊 看着那些白痴当官 你实在越看越有趣啊 实在是忍不住啊 这么白痴政策 只会一直往下打打 越打越严重 当然没有用嘛 对 我觉得越打越严重这件事情 是大家看不懂的 我每次一个新的政策出来 我第一时间看会觉得 哦 好像可以打到房子 然后再加码加码加码 对 但是实际上面都跟我们想的 跟政策它原本的目的事与愿违 我很想问的是 不管是央行也好 财政部也好 或是各个单位内政部也好 他们有很多的学者 有很多的专家 一定也是很了解 市场上面的状况 或者是好吧 你所学的那些东西 你拿来去建制一些政策 所谓的打房政策 可是为什么政策出来的越多 打房的效果越差 因为我们全部都用教授啦 教授在学校学的 跟那个在市场都不一样啦 他们都是道德化啦 他们都没有在市场摸过 我再告诉你 他们真的都不懂 懂得只有我 因为你全部都打那种多次买卖的人 只有房子多的人 那我全部都用钱去收 吸收现在没有房子的人嘛 就是用人头 我市场上就是用人头嘛 那个以前黄泳玉被抓 不是他几十个人头 有935千都是用人头吗 那我用的更多啊 我想要做更多 我就买几百个人头嘛 钱就过来嘛 那你什么方法 你不允许我用我的名字 买3千5千嘛 我只是用那些看看谁 这一招就到今天 你都还没有打到那种 现在手上没房子的人嘛 手上没房子的人 你说鼓励他买房子一千万 你贷款八成 你说两百万你就买得到 他就是没有两百万嘛 但是他对于 人头借给我赚个五万八万 他有兴趣嘛 不是一拍机会吗 你这种根本永远赌不完嘛 只是我现在重量了啦 这些要玩眼泪啦 所以什么方法都告诉你 因为没办法赌那些啦 就是最好管理的方法 不要把人分成三校九流 第一个你买很久的 跟今天买的都一样 自助跟投资的都一样 反正你交易我就扣你三坡成 你也有办法就来 用股票管理的方法一样啦 证教设就三坡成 也不管你买的很多 你是五亿 我也是千分之三 你买一张我也千分之三 我顶多手续费便宜一点嘛 大户对不对 他有办法去谈那个手续费 当课的税是一样的 或者又是电脑操作比较 不 他的基准就怎样 他没有把人分成大户 很可恶 散户很可怜 他没有在补助散户 所以当你什么都不管的时候 市场急事就出来 房地产 我现在告诉你 你算过头很喜欢炒 让你去炒 就每一次就三趴嘛 搅得起你还搅 就三趴去补助那年轻人 房地产要是涨到天上 你有种你给我涨 你就不要去打他 根本就买不去嘛 就这样就好了嘛 不要去管 就是最好的方法 好 所以有的时候管越多 反而背道而驰 是因为他们也不懂 不懂的我们会怎么做 你怎么定完了以后 我们一定是钻漏洞 一定钻漏洞嘛 你们真的一堆官员 三四十个开会 也没有一个投资客 也真的都不懂 要打王 我当内政部长 就一定打到死啦 因为你要玩什么 我全部都知道嘛 所以人家说 有上过车的人才知道 市场上面到底在玩什么 你一直隔岸关火的人 可是有很多学者名下 也很多房子啊 张庆贺在2022年买第四千 他也是自住啊 他自己还是商店是奖 他说我一间在杜根 我自己住一间 我父母住一间 我一间租给我学生 我听起来四千都是自住嘛 蛮可怜的比我少 但是他是空头总司令 他买的房子都买很低 四年前 2002年买的 2002年一月五买的 哇啊 是涨幅开始的时候买的 很厉害 都跟他也碰到了 很厉害就是厉害 好吧 所以我们现在 有一些观众朋友们 看到这边会觉得 满满的无奈啦 怎么帅大哥投资客 对不对 形象这么鲜明的人 开始跟你说 你就干脆就是那样子 扣3%扣3% 其实把多余的钱 拿来去补助那些 永远都存不到投期款的人 你的目的是这样吗 你觉得这样子的话 才有办法真的达到 你说房地产也不要过热 然后大家都有机会 能够买到房子 我没有那么为大 我只是说年纪大了 比较善良 而且我已经不当投资客了 因为我介绍人家去买 一手五或什么 我做代销售就能赚到钱 所以我现在只是无聊 又出来做了 我真的贡献我的经验 就是房地产你要放任 你不要觉得说 每一个都想管 你股票真的 台湾管股票是真的蛮放任的 涨跌涨跌 你不要有内线交易就好了 还有 房地产很好笑 没有内线交易 房地产相对没有坑 但是明日看它一直涨涨 听起来都有道理 但是不能说 房地产也不能用诈骗 因为诈骗的时候 成立公司诈骗 房地产必须过户给你 房地产的诈骗很少 那个消息听起来很少 房地产的坑也相对很少 不像股票那么多 但是我还是相信说 完全放任让它自由 自由经济 就像电商就讲 我亲补到底有多好 讲到天上 你就让它讲 我觉得让它自由 比较好 大家都说我变漂亮了 其实是气色好 肌肤保湿做得好 气色自然漂亮 我选择KS皇家呵护 颅慧保湿舒缓凝胶 因为它用国际颅慧协会认证 高品质的库拉索颅慧 含有大量的粘多糖体 类似于玻尿酸 可以帮助锁住皮肤水分 让肌肤长时间保持水嫩 还运用TTS技术 增强颅慧的生物活性 修护舒缓日晒后的各种不适 KS皇家呵护 颅慧保湿舒缓凝胶 帮助您随时拥有水润机 好气色 呵护您 呵护全家人 专属你的KS Blue Your Care